嗨!嗨!大家!我是吳根菜!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還沒有訂閱我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訂閱! 那我們就 3 2 1 歡迎回到開箱系列第三集 今天這個主題呢 非常的特別 不是要開箱什麼新的包裹 或是什麼新品 而是我在無意間發現的東西 一用之後發現 回不去了 我總共整理了5樣商品 今天的影片最後呢 我會從我推薦的物品當中 送出一份給你們 現在不告訴你們是什麼 記得看到最後喔 究竟是哪些商品登上我的排行榜呢? 看下去吧! 馬上進入第一樣要推薦給各位的商品 那就是這個 UNO的新淨洗顏 這一款洗面乳 它是主打可以感染皮膚暗沈的問題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特殊的 壓迫式抹殺顆粒 在清潔你毛孔的同時 又可以帶走老化角質 達到改善皮膚暗沈的問題 我自己使用過一陣子之後 每次洗完臉 都會覺得皮膚瞬間好一階 變得非常的嫩 是很乾淨的那種嫩嫩的感覺 它裡面添加的壓迫式的磨砂顆粒呢 意思是你在洗的途中 它會慢慢漸漸的消失 不是會造成環境危害的那種塑膠微粒 但我覺得有一個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洗完臉之後臉部其實也會有一點點的偏乾 小小的緊繃沒有到非常的嚴重 這時候呢 我就會需要馬上的用精華液啊 或者是化妝水去補充臉部的水分 去解決那個圍乾的問題 但必須老實說 我每次啊 洗完臉擦完化妝水之後 我都會覺得那個化妝水瞬間吸收 所以我覺得精華液 或者是化妝水搭配上這個 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第二個要跟大家推薦的商品就是這個 阿納蘇玻尿酸硬型眼鏡保養液 為什麼我會發現它呢 我有一次午休的時候呢 金貴兼眼鏡卡 那陣子我剛好需要買硬型眼鏡藥水 我就看到外面的特價的列上啊 就有很多個種類可以選擇 我就看到了最便宜的就這個 兩瓶加上一罐人工淚液 價格是240塊 是不是超級便宜 其實呢 真正吸引我的是它的這罐人工淚液 因為我是在冷氣房的辦公室上班 其實到下午的時間 眼睛都會非常的乾澀 這時候有人跟淚液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回家使用安納蘇 泡了一碗隔壇長的盪去 為之驚豔 我馬上知道我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因為超級的舒服 完全沒有異物感 乾澀的感覺 有在戴隱形眼鏡的人 應該可以懂我在說的那種感覺 通常你隱形眼鏡 大概出門大概四五個小時 就會覺得有一點點的異物感 你會覺得眼皮在那邊摳的感覺 我跟你講這種水潤的感覺 你們一定要去試試看 我使用過很多的藥水 真的是第一瓶 唯一讓我覺得驚豔的重點是 它價格真的很便宜 這個不是業配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大家給大家試試看 接下來要跟各位推薦的第三樣商品呢 就是這個 好清吸環保吸管 它是由台灣在地的 老工藝傳產金風塑膠 製作百分之百 MIT的環保設計品牌 他們選擇做的 它這個好清吸環保吸管的形式呢 可以玻璃壓開來 中間可以清洗 那它這個卡榫的位置呢 經過很多次的改良 所以呢 它並不會刮手 而且 你在組合起來之後呢 非常的密合 不會說你在喝飲料的時候 然後旁邊一直流飲料 一直流飲料 一直噴音不出來 因為我自己使用過很多的環保吸管 那像是玻璃的啊 或是不鏽鋼的 通常 我們都需要拿一把 專用那種細細長長的刷子 然後進去刷 玻璃的還好喔 你還可以看到說 你哪裡有刷乾淨啊 哪裡沒刷乾淨 不鏽鋼的 你連看都看不到 到底有沒有刷乾淨 你都不知道你吸的 到底是飲料還是污垢 那它這個吸管的好處呢 就是 可以直接清洗裡面 有沒有乾淨 你一目了然 因為它非常的方便 可以減少很多 使用環保吸管上的不便 讓你愛上使用環保吸管 多使用它 離不開它 才能真的達到不浪費 保護海洋 就地窮 如果你購買的話 它就會從無款裡面 隨機送這種 文青插畫風格的 麻布袋 可以讓你隨身 攜帶帶著它爬爬罩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我使用下來的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把周邊做的圓潤 讓你不會去刮傷 如果你在用玻璃吸管 或是不鏽鋼吸管 其實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這個地方 不容易擦破飲料的 這款吸管它還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 可以撥開來 撥開來之後呢 它這邊就不會煎 所以呢 通常我在喝飲料的時候 我都會先用這邊 下去戳一個洞之後 再把它組合起來 讓它就變得很輕盒一瓶的 就可以喝進去了 接下來第四樣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就是外送APP 不管是FooPanda 或是UberEat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喜歡有哪一個 哪一個在有優惠 或是有美運活動 我就會使用哪一個 或是 好如果我想吃的東西 或想吃的餐廳 UberEat沒有 我就會去FooPanda 就這麼簡單 因為前陣子疫情的關係 所以外送APP平台 都有推出一個叫做 放在門口的服務 兩個人不會接觸到 我覺得這個功能 太讚 為什麼 知道這個功能之後呢 我就開始習慣 一下班 坐上捷運 我就開始下單想吃的東西 一回到家的時候 它就已經放在門口了 完全省去等待的時間 我就覺得 喔 那感覺真棒 但是我覺得 使用這種外送APP9之後 真的會使人發懶 可能在巷子口的超商 你都想要叫外送 這也不能怪我 對不對 誰叫你要免運呢 我就覺得 欸 不叫白不叫 而且有時候還有折價 優惠 你自己去買 都還沒有比較便宜 我叫外送不用運費 還可以比較便宜 Why not 對不對 但我最近呢 因為 常常在吃這個外送的東西啊 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所以呢 我又要開始回到 自己備餐的狀態 我要戒掉叫外送這件事情 雖然我要開始戒掉它 但是因為前陣子的 使用頻率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呢 它還是有上榜 好啦 要進入今天的最後一樣商品 第五樣商品 有人要猜猜看 第五樣商品是什麼嗎 給你們一點時間才來看 好 時間到 我要購物答案了 今天要開箱的第五樣商品呢 就是這個 米家手持無限吸塵器LITE 詳細的功能介紹呢 我就不多加解釋了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更詳盡的解說啊 或是評比 大家可以去上網查查看 我會就深得我心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呢 因為我家是用Dyson的 那我台北人自己是用米家的 在吸力上面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非常的多 在使用感覺上是感受不出來的 那第二點呢 Dyson它的這個 壁掛架啊 它是 你要穿進去壁掛架的時候 它的插頭啊 會從這邊的一個洞跑出來 所以你在充電的時候是 這樣子進去 接上那個插頭 那我覺得小米 我覺得這小米的優點 它是把這個電線啊 插在壁掛架上面 你有看到這兩點嗎 它感覺是接上去之後 OK 無線充了 它這邊就會顯示充電 我覺得這點還不錯 第三個點呢 就是它的價格 真的便宜 非常非常的多耶 它這一台只用4000多 快5000 5000以內的價格 對於小資族來說 這個CT值非常的高 它這個CD的刷頭呢 它跟各大品牌 我有點這樣 大家不要分裂 它們都有這個絨毛的刷頭 它就會在地上刮啊刮啊 把一些細小的灰塵啊 刮起來 不用再額外的去拖地啊 或什麼 就可以感覺到非常的乾淨 省去很多打掃的時間 那我最喜歡 它整兩個工具呢 就是這個 電動除毛刷 還有這個毛刷 它這邊有一個擋住的口 可以讓你的床單 你吸住之後呢 它的東西就不會抽抹 它的毛刷 就是自動的一直轉轉轉轉轉 就把上面的那種塵蠻啊什麼 抠起來抠起來 然後吸進去吸進去 每次吸完 都有很多那種 很粉末狀的塵蠻 超有成就感的 這個毛刷呢 我會拿來吸桌面啊 窗邊啊 那種窗的窗簷啊 或是電腦的鍵盤啊 電視後面那種 一格一格 我都會拿這個下去刷它 通常我們都會拿抹布啊 去擦櫃子啊 因為抹布濕濕的 那些灰塵就會結塊一條一條 或是一顆一顆一顆的 變得很難清醒 用了這個毛刷之後 掃過去 可以把灰塵掃起來 它就可以把灰塵都吸進去 你也不用再特別用抹布去擦它 第一方便 第二是灰塵可以真正的被帶起來 不會說變快的時候 你很難把它擦起來 在清理上呢 我覺得是方便許多的 對於一個很懶得打掃的人來說 我覺得 力氣 以上我一樣商品 就是我最近意外發現 一用就回不去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像是UNO的心境洗顏啊 或是安娜蘇的玻尿酸 以前進保養蘊蘊 還有這個好清晰的環保吸管 我都很推薦給各位去做使用 如果你是一個有在習慣 使用環保吸管的人呢 你一定要試試看這個 好清晰的環保吸管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清晰 你要試試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各位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想看更多的照片 或是生活紀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去追蹤我的FB 還有IG 開箱系列 下次開什麼留言告訴我 我是昆太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誒 是誰看到最後啊 你忘記了 我可沒忘記要抽獎了 現在呢 只要分享這支影片 到你的FB 或是IG的限時動態 並且寫下 給我好清晰環保吸管 我要環保 就地球 保護海洋 交助我的IG 或是FB帳號 DJ溫泰 我就送你一組環保吸管 究竟誰會獲得一組環保吸管呢 趕快去留言 趕快去分享 那我們就抽獎見囉 掰掰 掰掰 Bye